一个巨大的火球袭击了海边的村子 只见地面被火球砸开了一个大洞 底下还传来阵阵嘶吼声 村民不但不害怕 还集体围了上去 他们并不知道 死亡已然向他们靠近 突如其来的袭击下的人群赶紧逃跑 地下的怪物立马使用盾地树锥 快速跑到人群前面 在它冲破地表的一瞬间引发了巨大的爆炸 破土而出的怪物被村民开展了无差别攻击 怪物不仅长得了 还能喷出熊熊火面 男人看到怪物袭击村子 赶紧推开桌子 掀开地窖 拿出里面尘封已久的武器 朝着怪物就追了上去 就在凶残的怪物正忙着猎杀村民时 男人瞅准机会 从高墙上一跃而起 趁机跳上双头怪的后面 举起匕首就刺了下去 巨大的疼痛让怪物不断挣扎 很快便将男人甩了下来 男人的反抗彻底地轮落了双头怪 准备杀光眼前的所有村民 惊慌的村民开始四处逃窜 男人赶紧拿起一旁的布 抵抗双头怪喷出的熊熊烈焰 然而相对不怕死的男人 双头怪似乎对逃跑的村民更感兴 随后追了上去 男人看到近在眼前的儿子 刚想上去 怪物就冲破的墙体 完在了前面 随即又开始喷出火焰 眼睁睁看着儿子消失在自己眼前 愤怒的男人朝着怪物大吼 双头怪也没让他失望 转头朝着他就撞而过来 直接将他推行数百米 然而在撞进一个木棚时 双头怪不小心被头顶的鱼网困住 被死死定在墙上 怪物不停挣扎 男人瞅准机会 把一旁的船毛拉了过来 身旁的双头怪还在挣扎 伸出了掌有舌头的尾巴准备偷袭 好在男人及时察觉 在他发起攻击的一瞬间 用船毛将其砍断 怪物也在这时挣脱了束缚 将站在鱼网的男人拖行了数百米 慌不择路的双头怪撞上了石墙 双方重重摔倒在地 双头怪上前想要解决男人 谁知将自己死死地钉在了地上 男人趁机将铁棍钉得更深 拉起铁链将双头怪的另一个头给禁锢住 然后使用激将法 就在怪兽气得牙痒痒的时候 猛地松开铁链 彻底地解决了双头怪 然而更大的危险正向他们逼紧 解决好怪物之后 男人赶紧带上儿子 爬上山顶的身边 而现在对神失望的凡人 再也不敬佩天神 为了搞情怪物突然出现的原因 他们跪在神像面前向宙斯祈祷 但没有任何回应 原来男人是宙斯的半神儿子破修斯 就在这时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大殿 来人正是海神波赛东 此时的他满身伤痕 他告诉破修斯 哈迪斯和阿瑞斯投靠了泰坦巨人 把宙斯抓到了冥界 准备用他的力量复活残暴的 泰坦神王克罗诺斯 泰坦一旦被复活 世界将会被毁灭 必须阻止他们 波赛东告诉破修斯 让他去找自己的半神儿子阿诺基 只有他可以带他找到陨落之神 只有这样才能救出宙斯 说完波赛东因为伤势严重神力耗尽 彻底灰飞烟灭 破修斯再次召唤曾经的坐骑飞马 踏上去寻找陨落之神的旅途 感谢观看